教書二十年的雲林梅林國小老師黃鎮宇 每日透過虛形人物小土豆寫日記 給學生閱讀分享 鼓勵學生在寫日記的時候練習寫作 黃老師利用十五年的時間 出版了十三本同書 他也大方請學生來替他寫書序 給學生的文章 也可以印入書裡頭 同學都覺得很有成就感 利用空檔的時間 雲林斗陸市梅林國小的老師黃鎮宇 正在寫今天的日記 準備要給學生閱讀 日記之中他以小朋友的身份 來記錄學校生活 也將成語和關鍵字做標記 就是要給學生對生疏的用語加深印象 學生閱讀之後 每日回去要將心得 透過日記的方式書寫下來 加入課堂上再討論 就是要令到學生增加作文能力 已經教書二十年的黃鎮宇話 他利用十五年的時間 已經出版了十三本書 也鼓勵學生來替他寫書序 梅林國小老師黃鎮宇話 現在三思產品充斥 在學生的生活之中 很多小朋友習慣打字 不過用字顯詞變得很簡略 他希望學生透過書寫日記 平時就可以訓練寫作能力 讓我去學生的東西 來吧 好 好